哈喽各位线上的自家人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是星期二 感谢你参与自己老师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直播节目要跟大家预告一个 正在转强的一个族群 所以一定要锁定老师今天的节目 好的各位线上的自家人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来感谢你参与老师的直播 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率先指点的一个股票 我们上周跟大家谈到这个半导体跟这个钢铁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会再跟大家预告一个新的族群 那我们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拜登六兆美元的政策 那半导体钢铁跟电动车是这个政策主要的一个股票 然后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光电族群的部分 尤其在miniLD的部分 那相关的一个股票呢会员都有收到相关的讯息 来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上这个警语 好那这个新的投资朋友呢 让你了解一下老师的一个直播的内容跟流程 我们的直播会分成上下两半部 那上半部老师比较专注讲解影音的内容 包括投顾的一些预告的一个验证 那我们在上半部的这段讲解的时段呢 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提问相关的个股 那只有在上半部的时间还可以做提问 下半部可能就来不及了 好那下半部我们就会针对这个网友提问的个股 我们会用电脑的一个AI的方式 去随机抽奖10位的投资朋友 好那我们的节目都在Podcast有做播出 如果你有收听Podcast的 Apple Podcast, KGBox跟Spotify这些的APP 你下载之后搜寻陈志玲 你也可以用广播节目的方式来收听老师的节目 那运通的粉丝呢 我们的上半部会用录影的方式做播出 如果说运通的观众 你想要参与246老师的直播 我们在晚上的7点半会做开播 那只有在老师的频道 才可以使用聊天室去提问个股 所以你可以在YouTube搜寻 前进大趋势或陈志玲分析师 找到频道之后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会收到我们直播的一个通知哦 好那老师的频道在隔天会在下方的资讯 进来会更新这个我们重要讲解的内容跟时间轴 你可以透过这些的一个点选快速的阅读到我们当天直播的内容 那也请这个线上的自家人 踊跃的帮老师呢 按赞跟分享影片 然后让你的更多的亲友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个个股的一个回答 也可以间接的帮助到你的这个周遭的亲友 那手机观看的技巧跟你做个说明 你可以手机打持 先把聊天室的这个右上角打叉叉 那先帮老师的一个 sorry 来先帮老师的影片先按赞好不好 来线上的投资朋友先按赞 然后帮我分享 如果你有在用FB 或是LINE推特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还没有订阅 老师频道的也可以在这里点选这个订阅 那你订阅的话呢 老师的这个视窗会显示到你的名字 那我也会特别的跟你感谢 线上祝福 好那如果有关聊天室的话呢 你手机打横看 打横看的话呢 就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没有关聊天室 会被这个内容遮到 如果你要提问个股的话 手机打持在点选聊天室 就可以做提问哦 好那线上的一个自家人 晚安来 有看到这个线上投资朋友先打个招呼啊 来提早报道了 像康义号 Jessica跟靖芳嘛 那还有这个罗伯特 以及这个Rita Rita好 然后还有这个怡琳 怡琳老师记住你的 来 那还有这个成龙 还有图德骏 这些线上的自家人 感谢您哦 来 那如果你要提问个股的个股的话呢 你要按照这个格式哦 老师先把这个可开始提问 打到我们聊天室去哦 那从老师的发言以下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提问哦 好 老师也开启AI了 那如果你是新的朋友呢 你就特别记得哦 你要询问个股的话呢 一定要照这个格式 就是打上中文询问加四个数字哦 股票代号不用打股票名称哦 那再打上成本跟几元哦 那我们AI就会照这个格式去读取哦 一定要打上这个成本哦 那询问的一个股票代号也不要打错哦 来 那你可以开始做一个提问哦 好 线上投资朋友可以 非常谢谢你哦 来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容的部分哦 好 那老师先延续这个周报的一个节目 来跟大家谈到我们当时讲的这个六个通膨的结论嘛 那是行情的看法 一样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我们当时提到做多这个政策相关的受惠股 那有时候股价都走在前面 其实在上周就有些个股 有一些讯号 那我也请会有没有去做一个布局的 好那周报告诉大家的一个政策相关的一个受惠股 那有兴趣可以从我周报的节目 你从七分钟左右开始听 那我们当时有讲到了一些的族群 包括这个投资道路啊 水管啊 这些更新宽频网路 那包括我们的一个电动车 还有这个先进半导体制程的部分 这个是主要受惠的一个概念股 那我们提到这个 这一周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 那我们提到周五有这个飞龙的就业嘛 然后在周四会有这个小飞龙 就是ADP的一个就业的一个人数 那这个人数预期来讲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最近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初领事业救济金的一个人数都是创低的 所以呢这个就业的数据应该是不错 那就要去注意美元的反应 那目前台北股市还仍然非常强势 那美元都还是维持一个弱势 这是周报节目告诉大家的 在周五的一个公告 这个PCE的一个联储会观察的一个物价指数是优于预期 所以美元有一度的转强来挑战月线 然后最后是收很长的上影线 那我们提到说各个国家的股市 不管是台北股市或是纳斯达克 道琼SMP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过前高 所以在这个关键要公告这个经济数据的时间点 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它仍然是一个区间的震荡 所以呢其实可以做多 但是你不要用把资金用满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好那可以看一下最新及时的美元的报价 这是在6点18分老师整理资料的美元 好那美元在这个地方呢 上影线之后是持续的落势 台北股市台币的部分 今天是而生破了新低 好那这个地方的美元要赶快去破这个低点 如果他可以破这个低点 那更可以让我们确定 如果后面有震荡拉回做多次比较好 如果这里没办法破这个低点 然后在这里经济数据公告之后 呈现转强的话 那我们认为股市震荡的一个幅度 可能会比较剧烈一点点 那原则上还是先看91块钱 好先看91块钱 好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发生 好那我们再谈就是缩减购债的事情 5月初我们跟粉丝们讲到 缩减购债以过去2013年的经验 会透过不同的官员去持续的放话 那放话通常会有一段时间 所以宽松的部分还会有些时间 但是呢 在2013年当时 开始说要缩减购债之后 股市确实出现了一波的一个震荡 好那我们提到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很多的官员 开始陆续的放话吗 那我们是不是提到说这个核心的一个 平减的物价指数的数据是优于预期 这个通膨的数据是超过联准会的公告的一个目标之上 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数据跟这个就业数据来看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股市拉上来 这个消息一出来当然很有可能美股先反映这个就业数据好 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创高 或者是没有创高之后 有可能就开始形成震荡了 因为这两天呢 就有开始有些获利调节的卖压 我们待会也会用数据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好 那这个是5月22号周六跟大家讲的 就是预告6月份很重要 就是6月4号 这礼拜五 非农就业数据 如果不错的话 要特别去注意 6月17号联准会的这个会议 会不会就直接开始缩减购债了 那当然目前市场上很多人的揣测是应该是不会 好 那不管会不会投资票 你要先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 因为就确定在最近就会开始做一个缩减购债了 那针对缩减购债这个事情 你可以去看我5月22号的节目 你从23分50秒开始看 当时我跟大家讲 我们建议大家减码稍微保守一下 不是去看空行情 而是这个地方的行情相对上比较混沌不明 所以我也跟大家强调 跟大家讲减码稍微保守一点 不是去看空 因为在QE的环境之下 无论你是我的会员或是观众 我都一再告诫你不要去放空 好 那台北股市目前为什么可以维持这么强势 我周六已经跟大家特别说明了 就是在走一个嘎空的部分 那这个嘎空跟起货的嘎空有关系 那明天就是周的结算 所以明天很有可能就是嘎空的一个短暂 可能会歇息的时间点 那周四有这个ADP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数据 然后周五有飞农 所以这两天其实 你会看到有些股票都已经有逢高的一个调节卖压 所以市场上的资金是聪明的 在这里确实有人开始去做调节 但是还不是说要去看空 投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我们周六跟大家讲航运类股的一个个股 很多筹码在走嘎空 包括像你看到万海或者是阳明的部分 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万海跟阳明 就是在走一个嘎空 所以有时候股市股票在涨 没有他的道理 有时候就是单纯就是筹码嘎空 所以包括现在指数的部分 也强于我们的预期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筹码面的嘎空 待会来跟大家补充一下 所以投资朋友 即便现在的结构不是很好 但是我跟大家强调资金宽松 你不要去放空 因为QE是一个货币政策 然后不管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纾困的法案 包括美国的一个纾困 这些的一个基础建设 这些的一个支出都是财政政策 当货币跟财政政策的同时 实施这个钱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去放空 这个基本的逻辑你一定是要正确的 好 那我们周六跟大家讲台北股 是强在这个筹码面嘎空 你可以看到在周 我们在周周报的节目跟你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数据 是大概在1.83 这个是很罕见 非常的高 我们来跟你更新最新的一个数据 来 我们先看这个期权的筹码 这是明天要结算的 那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说 目前的一个 近月份 就是要结算这个月份 其实他还有两个礼拜 来 那这个近月份已经来到2.09 这非常的很罕见 突破2真的很罕见 那突破2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sell code跟sell put sell put的一个数量是sell code的两倍 那sell put就是大户看不跌的意思 所以 这个地方的一个上面的sell code 尤其我在周六 提到这个1万7的地方是最大未平常量 在昨天突破之后 你看到今天是继续的涨 所以选择权的部分是目前在呈现嘎空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指数短期上面可能不怎么不这么容易 会有说出现一个明显的回档 所以你看到震荡之后尾盘还走高 这个就是因为充满面的一个嘎空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期货的数据 好 那这个是期货数据 特定法人目前的一个流仓的净空单 其实没有很明显 然后五大特定法人大概2000多口 十大特定法人大概4800多口 好 所以呢 当然这个空单他们就是被嘎到的 不过以法人的操作来讲 他们是有些时间的一个缓冲的 所以这是针对筹码的数据 大盘在走嘎空 那当然就相对上会蛮有利于这个全职个股 所以我们会员手中也是有持有 这个台积电相在那个全职个股 好 所以这个筹码面的一个数据来讲 的话呢 我们会持续性的在节目上 好 跟大家做一个最终 好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老师频道的 可以在youtube搜寻 老师频道之后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好 那要收看有分析逻辑 能够领先预告节目 好 那手机如何订阅呢 就一样打直 好 把聊天室关掉之后就可以 好 点选订阅了 好 那还没有订阅的投资朋友 可以在立即在这个地方 好 点选订阅 好 好 那老师频道也是不关留言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节目 一路以来 透过数据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行情的方向 适合做多 我就跟你讲 透过讯号 开吼盘告诉你 有讯号可以做多 而且是可以集中在贵买身上 当时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 多投股票数量超过于空方 所以跟大家讲 战绩已经成熟了嘛 然后中间到4月份 开始跟你提醒 结构开始转差了 告诉你 不要用融资去买股票 然后也告诉你这个数据呈现背离 指数在往上涨 多投股票数量在呈现背离 通常这种背离的讯号 就是一个回档的讯号 所以我们从4月20号陆续跟你做分享 4月底持续性的告诉投资朋友 有高出会是下一次赢家 那当然我们有带会们去做一个解码股票 但是我们当然没有看 没有预期到说会有跌 2000多点的这样一个跌幅 但是呢 透过数据 我们都还是有提醒到 观众跟粉丝 都是有做到解码的动作 所以可以做多的时候 我告诉投资朋友可以做多 建议解码的时候 建议你解码 然后跌这一段 这一段的行情 我们的看法比较保守 因为投资朋友 我们目前的看法 还是比较偏向于反弹 但是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有 这个止跌回升的一个机会 因为一般的反弹 我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测算 过0.5 就是算是一个止跌了 那目前的一个突破甚至是超过0.618 有突破三分之二 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所以当然是有回升的条件 但是就内容来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行情上涨 多头股票的数量比空方多 然后呢 这个现行的架构 它是一个价量巨洋 那这段行情的上涨 你会发现到它的成交量是萎缩的 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是4600多亿 还是更进一步萎缩 所以这种的一个 价涨的量缩 一般来讲的格局 它是比较偏向于反弹 跟透过筹码的嘎空 所以看法上面我们认为 好一点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越靠近区间上缘 我们今天投资朋友 操作稍微谨慎一点点 并不是说不能做多 而是说你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好 那我们尽量给大家一个前提 就是有股票有震荡拉回 你在测资深的时候再去买 不要向上去做追加 这是我周六跟你分享的原则 好 那在2月3号封关的时候跟你讲到 买股的前提是什么 你要有资金 你要先减码才能够去谈买点 很多同意还是告诉你 他很多的什么 航运股什么样的股票喷出去了 但投资朋友 他前面的一个电子类股 根本就没有去做处理 所以电子类股 盘整的很久 弱势的非常久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跟大家讲 可以买电子股的 我们5月13号带他们去买台积电 所以投资朋友 我怎么提醒大家的 都可以看这些证据 行情不错 2月15号 我跟你分享半导体电动车5G 那半导体这个族群这么大 我当时跟你分享3DIC 台湾受惠的在载版 新兴南店紧硕 当天我跟你分析这三档股票的金融评价 那我直接跟你点名 就是紧硕的评价相对便宜 他的获利数字比新兴 今年预期还要高 但是股价却比新兴低 当时价位是80.3元 开轰盘紧硕拉涨停板 然后我们在2月22号跟大家讲先高出 当天紧硕做高出 这个是我们当时跟你分享股票的一个过程 然后3月1号告诉投资朋友 今年股市因为去年大涨基期变高 所以今年的股票操作 比较适合好股票来回做 就是第一你可以拉回可以买 但是上去到压力区 你可以适度的调节 因为今年跟去年那种死报活报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有高出4月15号 我们再度去买紧硕 这是节目上提供对时追加的证据 告诉投资朋友 然后16号紧硕 我们117.5以上先去做获利卖出的动作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紧硕的一些操作过程 那如果你是更早看我节目的 从去年这个大概6月 6月份到9月份 那个时候60几块的一个紧硕 我们当时就从低档开始 一步一步的操作上来的 好 那投资朋友在5月25号的节目 这一天我跟你分享到 当时的行情稍微做转强 然后你要怎么去太弱留强电子股 我们当时提到5月12号高点 如果领先站上的股票 你可以续留 这个在18号跟大家讲的 然后包括当天跟你公开操作台积电 台积电当天也是收过5月12号高点的股票 所以当时跟你讲 很多股票如果是收过去5月12号高点股票 那至少你可以这些股票先做一个保留 所以投资朋友台积电 这是5月25号当时 他已经站回去月线了 好 那我在当天是不是跟你预告 5档半导体率先止跌 因为当时的行情稍作止稳之后 我们发现到电子类股里面 只有半导体跟电子零组件比较有机会 但是电子零组件里面 我没有选到比较有把握的股票 所以当时我选了5档半导体率先止跌的股票 那我当天直接跟你公开台积电 如果你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 我跟你讲到说 你可以直接去买台积电 然后另外4档的股票 我们今天会跟你做验证 来后面的台积电 有没有震荡拉回 其实你在580块以下 你都有机会去买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这公司 我们怎么跟大家做追踪的呢 从开轰盘这个地方 我们跟大家讲 不要买上市全职股 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市场上用融资的操作 通常都是一个繁殖标 融资在这个地方高档追进去 然后在这里开始去做杀出跟停损 那我们反而是在这个时机点 带会们去买进台积电 来2月20号开轰盘 反而是跟大家讲 不要买上市全职股 所以你可以去看当时节目 也跟你分享到像台积电这些公司 3月份告诉投资朋友 全职股为什么要融资去做操作 你可以看到这散户的人数不断的暴增 当时新闻提到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是突破百万人 所以融资增加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我跟你讲 不要去买台积电 虽然没有看坏它 但是筹码面有问题 我们一直到这个地方 融资开始杀出 然后卷空单增加的时候 去买台积电 所以投资朋友 两个月过去了 一样是当时告诉你590这个地方 然后一样又回到590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去买 这个地方去买 其实投资朋友 你这股票可能卡住就卡很久 一样一档台积电 很多人带你买到600块以上 但是一样的操作 我们在5月13号 在这个地方去买台积电 所以我们节目是不是跟你强调这个东西 投资时机跟交易的选择 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把握 很好的投资时机 我节目透过数据来跟你做分享 然后交易选择是什么 我的节目一直跟你讲到什么族群有机会 虽然我不见得说 每一次都直接跟你分享股票 因为这是会员的权益 但是我至少都会把族群的部分告诉你 你可以从这方向自己去做功课 或许你就有机会赚到钱 那我们预告族群有没有一一的得到验证 那你可以继续的看下去 5月13号 我请会员朋友去买进台积电 我们先发在5549这个地方去买进 我们是三组会员 全体会员都有收到这个讯息 我们提到台积电可以去买进 所以我们后面有改一个价 552 有些人在549有买到 有些人在552这附近买 那原则上就是在550这附近 我们进场去买台积电 所以这是前提会的讯息 那当天收盘就是在有到有打破549 所以说都是一定可以成交的 好那今天的台积电 你投资朋友可以算一下 从552 到今天598 这是很大型的股票 你买10张 投资朋友这个可以赚多少钱 一张至少大概4万块 至少4万块 那如果你买的价位好一点的话 大概5万块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一样一档股票 很多人告诉你600块附近 台积电可以买 那现在 一段时间过去了 很多人是承受不了压力 向下去做停损 但是 大型股就是要在这种 很恐慌 大盘大跌的时候 去减 台积电的股票 我想我上礼拜的一个节目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暴跌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就买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所以投资朋友 台积电我们就是照这个方式去马进 好 那五档半导体率先止跌股 我们当时是不是盖了五档 然后告诉你其中一档是台积电 那我是不是跟你做分享说 我会把相关的选股给我的会员 所以我们的选股名单里面 台积电是其中一档股票 那另外4档 有些人有猜到 有些人没有猜到 分别是金顶 汉磊 锦硕 跟环球晶 那这些股票 大多数是我们以前就讲过的股票 因为看好半导体是哪些股票 我想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的 你大概都知道这些股票 好 所以投资票你可以陆续去看一下 这些股票的表现 5月25号这一天 我们的讯号抓到 半导体的族群做转强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 原先大概挑了15档 半导体的股票 这里面有包含像一些IC设计的股票 但是我们没有把IC设计选进来 那原因我上个 周报节目我有分享的 最主要是因为联发科的现行 我们就有疑虑 所以我们先选择这五档 但是表现都还是不错了 你可以看到 金顶的部分在这里选进来 今天是 上涨创了短期新高 汉磊也在这个地方选进来之后 也是往上涨的 好 那紧缩的部分是很熟悉的股票 大家也都知道最近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是创了短期的新高 然后这个这档是环球金 这个名字没有改到 环球金这个地方选择进来 然后 到这个昨天也是大涨4%以上 那我们不可能每档股票都买 有些股票我们就有买 有买的我会拿出证据给你看 我们会员在上礼拜五有去买进环球金 在803这附近 在中午左右去买进 然后在中午过后都有到800元以下 会员朋友都有机会成交在800块以下的 那包括像鸿海的部分我们上周五有动作 那如果说你是看我节目的忠实观众 我们在5月19号自在必得节目 包括在上礼拜的节目 我都有告诉你 鸿海是一个波段具备有实力的股票 如果你有持有鸿海的 那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去布局鸿海 那当时的自在必得节目 我就讲到这张股票 它是一个长线止跌的股票 那电动车题材相信大家也都是认同的 所以呢我当时在讲鸿海的时候 股价在105这附近 好那投资票这个股票 我们在上周五也有请我们全体会员朋友去买进 那全职股的操作 我们是不会把它纳入到五档股票里面去的 因为我们认为 可以选择的股票真的也不是这么的多 那有些股票真的已经是 相对很安全的地方 然后适合不波段的位置 我们就请会员朋友去买进 所以我们三组会员 在上周五110.5这个地方有建议会员朋友去买进 然后到收盘之前去有到110的这个价格都是有穿价的 所以 有出手的会员都有机会去买到鸿海这张股票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做公开操作 鸿海 好那鸿海我们这个地方去买进的 好所以呢今天是 114.5 赚的不多但是投资票 这股票是具备实力的 那电动车 这个MIH的一个台湾的股票 原则上如果你不太会选 那你买鸿海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目前法人的报告给他的评价 大概目标区都有到150-160以上 所以相对上我们觉得 两三层的空间是有的 但是呢你也不用说把所有钱投入进去 因为这股票是非常大型的股票 他的波动一定是稍微比较慢一点 但是 我在上礼拜节目都跟大家讲到 你可以分配一部分的资金 在这附近去做一个布局的操作 所以今天跟你公开鸿海的操作 好 那包括这个5月27号上周四的一个节目 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泄题跟大家分享 外销订单里面金属类 是有机会的 因为网友来问中钢嘛 我们当时就直接讲钢铁是有机会的 所以老师在讲的东西绝对不会说 乱讲 因为从外销订单最新来看的话 基本金属年增率是86% 这是真的是有所本的一个族群 所以相对上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问我说 航运股非常的强势 那传染类股老师大概看好哪些 其实我们认为 从基本面的数据有机会走比较长的 我们认为在金属这一块 那航运类股因为是运价的关系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个BDI指数 那些都是呈现往下跌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就筹码面的嘎空 所以嘎空没有他的道理 就是走筹码嘎空 但是什么时候嘎空结束 如果你要追这些股票或者是 强短的这些航运类股的话 投资票你要自己设好停一点 自己设好停一点 那我们是没有带会们买航运股的 但是我们有去布局 这个钢铁相关的股票 所以我讲完之后 你看到周五的钢铁股呈现一个全面性的大涨 然后经过短暂震荡之后 今天的一个钢铁股 是在持续性的上涨 好 那指标股站稳月线的话 这个族群是非常有机会 整个族群上去的 就像台帝店一样 站稳月线之后 你看到半导体的部分 在后面几天 就开始串起来 所以 整个钢铁类股 它是一个拜登 我们会有去做这方案的布局 那如果说你有钢铁股的 或者是说你想要参与这个钢铁股操作的话呢 那也要几投资票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结论 半导体钢铁电通车是拜登的6兆美元的政策 那无论接下来的QE缩减的事情 我们提到这是一个短期利空 它不是一个 股市一个一定会很大修正的一个讯号 因为 我跟大家讲过缩减购债 它不是不购债 它可能从每个月1200亿元 可能缩减成1000亿 或者是缩减成900亿 但它还是要做购债的动作 但是呢 因为股市先涨上来 如果出现了这个购债的利空的话呢 那当然可能就会做震荡 那震荡的话 反而是你下一次进展的机会 因为这个执行宽松跟 政策面的部分是 有机会继续的 那我为什么认为会 比较容易缩减购债呢 我周报的节目有讲清楚了 因为通膨的关系要推这个政策 需要压低通膨 所以 最近的投资票我认为最近就会发生购债 缩减的事情 那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股市先涨上来 行行的看法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我认为可以偏多操作 但是你尽量等拉回再去买 那越高上去 你要越懂得太弱流强 资金的比重稍微多一点点 比如说在五成左右 那拉回的时候你才有钱去买股票 好那光电族群转强 今天跟你做一个分享 我们认为mini LD市场开始去做一个认同了 我们今天跟你预告 在5月25号跟你预告半导体 五档率先止跌 那我们跟你今天预告 我们的讯号发现 光电这个族群 在今天是出现一个正式的转强 所以三档的股票 我在盘中有去把光电族群的股票全部看过一遍 那我目前选的三档股票比较有机会的 那跟你分享其中一档股票 那老朋友一定知道就是3714的负财 那为什么是负财呢 这个看我看过我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的节目 看过我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包括会员在前天就收到相关讯息了 来光电族群他出现一个惯性的改变 所以 负财还有这样一个讯号 包括另外两档股票 也是有这样的讯号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股票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做一个操作跟 锁定的 但是投资朋友你不要看节目明天冲进去了 我今天先跟大家预告负财 当然大股东的友达是继续的在买这档股票 然后基本面当然我们也是看好的 但是呢从技术面的角度我跟你做分享 今天 要跟你预告是他开始进入主底 进入主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低点 我们评估这个低点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再破了 然后后面经过主底之后 会有机会展开一个波段展示 因为今年本来就是 这个minio t 应该要 大幅度发展一个元年 但是因为第一个良率的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 疫情的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给会的讯息 我告诉会员说 上周半导体跟钢铁族群我们预告完之后 那我们准备的一个投资名单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好那今天预告新的族群就是光电股 那我们从这族群里面挑基本面不错的 不是说 技术面转强都可以做 因为技术面转强的股票会太多的 那我们还是会帮会没有稍微筛选过 这个基本面产业面是我们认同的 好那这里面是3714付财 那另外两档股票会员已经有收到相关讯息的 好那我们会把 这个建议会没有先加入自选股 那不要先急着不要追着去买 不用追追价去买 等到稍微量缩回撤的话 我们再找机会 像最近布局钢铁股也是这样 他转强势 如果来不及买没有关系 等他震荡拉回再买就可以了 所以付财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认为他开始进入竹地 那如果你有付财的话 或是你想要操作 光电族群的话 那你可以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因为光电族群非常的大了 有面板 也有光学镜头 那也有像这个 明年有低 背光的一些族群 所以投资朋友看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有光电族群的 那 我觉得 你可以在后段来询问一下 来了解一下说是不是这个族群哪些股票有机会 因为 老师光电族群这么 这么大族群看过 真的只有大概三到四档股票 我觉得是OK的 所以呢 这个族群转强不代表说全面的一个 你可以要很用力的去买 不是 那有机会的 产业认同的 我跟你做分享 所以付财是老朋友一定知道了 因为这股票我们有布局 有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给会员的服务呢 除了抠讯之外呢 我们会员专区会提供研究报告 我们周线 看好波段的股票 包括有机会走一段的股票 这是在1月底给会员的 像宏基、顺达、点序、维影跟远泰这些公司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讲过一段时间 2月15号开放盘的这个之前特别节目 直接跟你分享宏基 我跟大家讲到说我1月底准备给会员的这个 图表 2月15号的一个YouTube 你可以去看 当时告诉你 你停损是25块钱 停损是25块钱 当时价格是在哪里 26块5 所以你承担这1.5块钱的风险 投资票你有机会享受到这个波段的利润 好,那我们提到目标达正在验证 那目前目标是还没有达正的 所以相对上我认为他还有一些机会在 好,所以这是宏基4月份跟大家讲的过程 好,那顺达在2月19号的节目有跟大家提 这个当时的一个LINE的节目 会员专区 我告诉会员是在1月底 在90几块告诉会员没有顺达 那这个是电池相关的 当时我告诉会员 停损是82块3 所以后面 我们评估有机会来到100次 所以一段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 顺达最高到138.5 虽然没有到140 但是这个目标 也是非常靠近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90几块钱告诉会员有机会来到140 所以这是我们波段在产业面的一个选股的实例 我给你做个验证 所以如果你资金充裕的话 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老师的行列 那我们节目讲的股票 你不要自己去买卖 那我们推荐个股就针对付费的会员 好那这是在5月22号周六跟你提到我们静下好选股 因为当时盘氏比都混沌不明 那我当时是跟你讲到我们有选到一档就是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放在会员专区里面 所以周二的直播给你讲到他两天涨7.9% 然后周报告诉你他一个礼拜大概涨了14%左右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选股实例 所以你参加老师的会员 我们不仅给你盘中的抠讯 一般的同业就是 你只能够等抠讯去买卖 但是我会给会员朋友我们及时选股的名单 24有选股名单 那假日我们也会看一些波段有机会的一个 股票呢也会在会员专医告诉会员朋友 所以投资票 这个是我们给会员的服务 那跟同业是有所区别的 那老师的选股实例 操作逻辑 都可以给你得到验证 所以光电族群 这三档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的 其实都是在低位 低位接刚转强的 所以并不是说 没有股票做 而是我们要等待一个时机 这个整个结构稍微稳定 我们再来去做一个积极的操作 好所以投资票如果你有个股问题 你可以加入我们赖 因为目前行情毕竟拉上来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稍微懂得太弱流强 多一点现金有震荡再来买股票 那买什么族群 我已经跟你分享了 半导体 还有钢铁 还有这个所谓的光电 这也是今天刚转强的 所以如果你想 操作跟调整换股的 你都可以加入我们赖 如果待会抽奖10名 没有抽到你 那你可以加入来说 做询问 或在影片下方 点选这个表单 点选表单 就可以 下面有这个连结 那 透过表单 你把股票问题写清楚 老师一样会透过钱买你的系统来协助 协助你 来 那今天跟大家预告 预告这个 周三 明天晚上 老师在Smart金融库的一个直播 晚上7点半 那老朋友 明天也可以来这边跟自己老师聊聊 因为周三我们就是跟大家 分享个专题 然后花些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你周三是不开放问股的 你如果说想要 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经验分享都可以 好不好 邀请你们可以明天参加我们直播 那明天主题是 美国基础建设概念股谁受惠 那我们的相关资料都准备好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听的话呢 你可以在明天晚上7点半 订阅金融库的频道 那7点半 就可以 接收到这个 直播的一个通知 好那最后呢 来 上这个景欲 那跟大家补充一下资料 凡事看法资料 来跟你做个补充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继续上涨 那我们提到这段的下跌 这段的上涨 都是空方股票数量的减少 到今天为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今天的行情稍微特殊一点点 今天是空方股票数量做增加 然后多方股票数量也是做增加 所以贵买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的股票已经有开始分歧了 所以不要看指数的表面 不要只看指数涨上 就认为好像 没有问题 其实细节内容 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目前的空头股票数量 他一样是比多头股票加速多的 所以透过全指股 让指数涨 让很多投资票 可能会稍微乐观一点 但是我们也不是悲观 好,那筹码线数据跟你做分享 我们提到在这里 50以下是有呈现套牢 好,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开始 带会们开始做进场买股票 好,那筹码线开始来到50的地方 好,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最近这个月去买股票都是赚钱的 那最近季跟半年 以全市场来讲的话呢 也都到50以上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很多股票都有回来的现象 好,那下面是贵买的部分 贵买的季跟半年的筹码线是还没有突破50 只有最近这个月去买的是有赚钱的 所以当然这个筹码面来讲 有呈现好转 所以至少还不至于说有出现什么 而融资有可能再度的一个多杀多的问题 好,那融资继续增加筹码面 目前来看都是赚钱的状况之下 这行情相对上活泼 但是上去的话你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已经开始有出现 空方股票数量开始做增加的现象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 好 这几天有卖压不是骗你的 我的会员收到盘通讯息都知道 这几天就确实 绿色注重图就告诉我们市场的一个 卖的一个力道 所以是做增加的 所以很多股票呢 在这里特别提醒投资朋友 原则上你操作股票 目前的当冲比重 你就不要再早上去追股票 尽量10点前 如果很多股票已经开始没办法过高了 那你要特别小心 可能就会震荡拉回的 那如果你想买股票 那包括我给你预告的像半导体也好 或者是我们提到的这样这个光电族群或者是钢铁类股 你想买股票你可以稍微等等看尾盘 除非很早 一早很快就说涨停了 那如果以 大原始来讲的话呢 目前的卖压跟当冲就是早上比较容易 你早上追股票比较容易套了 这是给你做个小小的提醒 好 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就进到这里 如果运通的观众你想要收看 下半段老师针对网友 个股回答的话呢 那一定要到老师频道 好 好那我们先在这里先把这个开放截止询问 聊聊天室去 好 那谢谢线上的投资朋友来 那老师就透过AI的方式来读取聊天室的内容 那线上投资朋友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我大概一分钟左右时间老师马上回来来解答你个股的问题 不要走开 Sail 1 2 2 3 6 6